新冠肺炎本土新增確診案 已经连续11天都降到了百位以下 防疫三井警戒在7月12号 是否能够松绑呢 现在行政院长苏贞昌 他昨天就表示了 台湾其实是一日生活圈 管制的措施调整 要以全国一致为原则 但是如果有特殊的状况 或是群聚的热点 就需要采取社区围堵的时候 才会有个别要加强管制的必要 那预计这个礼拜 防疫指挥中心就会向国人来进行报告 至于违解封的措施 即夜市和市场违解封标准出炉之后 现在经济部与卫福部 正在研拟开放餐饮业内用的指引 在餐厅呢 在消费端餐厅内用餐的时候呢 需要是踩1.5公尺的梅花座 或者呢就是各个座位之间要有隔板 另外就是可以设置包厢这样三种的方式 那对餐厅经营也会订定标准 例如要强化员工管理 另外就是需要定期来筛减厨房 也是要符合一定的卫生条件 但是其实台湾的死亡率还是比较偏高的 我们目前新冠疫情已经累计有681死 死亡率是高达了4.9% 远远是高出于全球的平均值 那现在呢 疫情指挥中心的专家资讯小组赵几言张上纯 他昨天就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他认为高达9成的死者 他们是有潜在的疾病史 加上有大约2成他们是放弃治疗 因为这两成的家属他们是同意 签署了DNR 也就是不施行心肺复苏数 那来处置是致死率偏高的原因 但是有专家就认为了致死率高 不能完全都是归咎于家属签署了DNR 反而我们的筛减量能不足 疫苗的覆盖率低才是主因 这个是振兴医院感染科主任李明正 他认为的 他说呢 签署DNR虽然是可能会增加一些死亡人数 但是你不能够完完全全就归咎于 成为这波疫情致死率偏高的主要原因 那国内一开始医疗量能不足 没有办法去负荷病患量 加上原先这些瑞德西维啊 还有单株抗体的药物 管制是比较严格的 也都是关键的原因 不过中华民国防疫学会理事长王润贤 他是认为全世界的新冠致死率 从疫情一开始到现在 基本上都是维持在3%以下 过去呢 其实大家也都没有疫苗 也没有药物的时候 所以显见台湾的致死率是偏高的 与医疗量能是没有太大的关联 根本问题就是筛减量不够大 没有办法找出感染的黑数所致 另外看到是北市的疫情 现在连环报批发市场 虎林专案都执行了大规模的PCR筛减 但是因为造册还有涉及等问题 现在是惹民怨 因此市长柯文哲 他在昨天就宣布了 北市有7间的医院将会开放 一般的民众可以免费的PCR筛减 而且不限你涉及北市免造册 另外这个礼拜也将会替 2000到2500名的公车司机 还有北捷的占务人员施打疫苗 柯文哲就表示 他下令的这7间医院呢 分别就是联合医院和平中心仁爱阳明中校院区 以及万方关渡医院 建议无症状的人呢 还有具有接触室旅游室可以优先来预约 那各间医院7号就会开放网路挂号系统 才线上预约制 那在指定的时间 你带着你的健保卡到场来筛减 另一个焦点看到的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录制了13秒的影片 是在力挺中天新闻台持续的监督政府 但是没有想到现在是遭到 绿营侧翼群起围攻 国民党就表示了声援中天的重点啊 是反对民进党钳制新闻自由 口口声声称港瓶 但是对蔡政府关中天大声叫好的人 其实心中一点民主价值都没有 那民众党立院党团就表示 柯文哲他挺的是新闻自由 希望认知作战不要变成认知作战 这个知呢是支持的知 那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他就说了声援中天的重点 就是反对民进党 他们一党钳制新闻自由 媒体自由 去年NCC他们要关掉 中天新闻台的时候 国民党就公开站出来 呼吁大家要支持新闻自由 跟媒体自由 反对政府干涉 甚至是关掉新闻自由 那国民党还举行了国际的记者会 声援台湾的新闻自由 跟媒体自由 另外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郑兆欣他就讽刺了 尊重多元的声音 是民主社会的价值 那绿营只是因为 他们不喜欢一间媒体 就号召全部的人 都要跟他们一起踏伐 他说这种道德的观念 真的是不如小学生 最后一个焦点看到的是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在昨天晚间在北京 与德国总理梅克尔 以及法国总统马克宏 举行了视讯对话 习近平是表示了 世界不需要猜忌对立 那希望中欧扩大共识 以及合作 来应对全球的挑战 那就希望可以优化 中欧人员往来的快捷通道 梅克尔跟马克宏 是呼吁要尽快的签署 中欧投资协定 另外呢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 领导人峰会 今天要登场了 那就预期了 习近平讲话 应该就是为聚集在这个坚持多边的主义 反对孤立以及民粹主义 这个会议是中共建党百年大会之后 大陆首场主场的外交 那打破了美国围堵展现广大 扩大政党朋友圈 意味浓厚 以上就这节读报提供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